乔iddell 痰我就先放着 不了人 就是 哪位呀 好奇怪 我明明听到门铃声啊 我听错了吗 是谁啊 是谁一直在恶作剧 是我 你好吗 我是敏芝的朋友小梅子 请问敏芝在吗 好可爱哦 你是敏芝的朋友 敏芝她有这么可爱的朋友了吗 小梅子 这个时间怎么会来我家 这个妈 我路过这里因为很无聊 很无聊吗 要不要跟我玩 刚好我爸爸昨天买了娃娃王国给我哦 娃娃王国 一定很好玩 她身上穿的这一套 是把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 用现代设计的方式精心改良的 你看这个 连衣服上的扭扣也做得非常精致哦 听说是曼彻斯特的工匠 一针一线缝上去的 所以看起来很美又很高级 不只是这样而已 听说这衣服的布料也很不容易买到 这衣服的布料也是伊丽莎白 又要干嘛 妈妈叫我送点心给你们吃 怎么样很可爱吧 三位哥哥你们好 你长得跟羊娃娃一样耶 有没有哥哥可以帮忙的啊 要不要做辣凝膏给你们吃 干脆这样一起来打电动吧 哥哥 我们就用那个啊 快上来 好知道了 没想到哥哥那句话听起来这么甜蜜 敏智我好羡慕你哦 啊羡慕什么 你有那么多哥哥可以每天听到他们说跟哥哥玩吧这种话不是吗 我的弟弟妹妹只会叫我写作业陪他们玩 一天到晚缠着我不放 嗯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才会这么说 也许在你眼里觉得很羡慕 其实他们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你真的想象不到他们有多麻烦 我反而希望像你一样有可爱的弟弟妹妹 我希望我能有个哥哥 你却希望有弟弟妹妹 唉要是有人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就好了 我也是 这个怎么会这样 小梅子 这好像怪怪的 速度越来越快了 小梅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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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玩的 居然会在公园晚到睡着 对啊 就是说啊 正式的 明子妈妈路上小心了哦 小梅子妈妈也要小心 这里是小梅子家 可是 我怎么变成小梅子了 怎么啦 要做梦了吗 阿姨 你好吗 什么 叫我 阿姨 我的意思是 那个 我是说 小梅子 还不快点准备上学了 卖春春了 你今天又想要迟到吗 好 我知道了 明俊 哥哥送你去学校好不好 不行 大哥昨天不是送过的吗 这怎么可以 我们家老妖当然是我负责了 敏智 我最好了对不对 我的愿望实现了 那我们回去哦 再见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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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我怀疑我们昨天在公园出了什么差错 这个怎么会这样 小梅子 哈哈 小梅子 米智 反正都变成这样了 就暂时这样过呢 什么 你说真的吗 你不是也说过希望有弟弟妹妹吗 虽然我妈妈没有耐心又常常使用暴力 不过她很善良一起过日子应该没问题 所以万一永远回不来了怎么办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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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没有打扫厕所就跑掉了吧 老师 其实不是我 她才是小梅子 小梅子 会在说老师吗 罚你打扫厕所一个月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这样 我是说 还顶嘴 罚你打扫厕所两个月 是 我知道了 对不起了 敏智 昨天老师出的作业都写了吧 把作业摊开放在书桌上 是 不愧是敏智 不愧是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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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智是怎么回事 看我的 看我的 敏智 今天过得很开心吧 是啊 禹淇 你不觉得他们有点奇怪吗 是啊 怎么说呢 就好像两个人呼唤了身体一样 明智家里还有床 真的太棒了 明智 我的哥哥们在呼唤我了 哥哥 明智来了 明智 哥哥的泡面煮好了没有 对了 泡面里的蛋不要弄破 有点不对劲哦 照理来说 我现在应该受到哥哥们的疼爱 不是吗 明智 拿杯水来 等一下 二哥水来了 谢谢你 还有 把那边的饼干拿过来 弟姐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真是气死人了 明智 明智 小哥你叫我吗 现在几点了 你手上就有手表了不是吗 哦 是吗 真的耶 那现在是几点啊 明智 哥哥的泡面还没好吗 哦 煮好了 煮好了 快一出来了 好烫 这个节目怎么这么好笑 明智 我的泡面好了没 明智 我要喝水了 明智 现在几点了 我听到妹妹受伤了 没有关心还想使唤我 我真的 忍无可忍了 明智 明智 你怎么了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兄弟 哟 梅梅 喜欢吗 嗯 姐姐今天说话好温柔 我好喜欢 嗯 嘻嘻呢 我也喜欢 姐姐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啊 好 美美的作业完成了 接下来跟弟弟一起玩吧 妹 我才是你姐姐 弟弟 我才是你姐姐了 明知 怎么了 小美丽怎么了 你先放开我有话慢慢说 明知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一定要回到原来的我 我好想我爸爸跟妈妈 也很想弟弟跟妹妹 万一这么做了 还是没有回去怎么办 不可能 一定可以回去的 我们要回去不可 你一定会的 我一定 要回去 啊 哎哟 啊 什么 我怎么在那里 又失败了吗 喵 喵 小梅子现在怎么办 完蛋了 快点出来 我妈妈已经做好烂年糕 在等我们了啦 梅姿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他是谁 打个招呼吧小梅子 他是钢琴教师的朋友奴隶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直接去钢琴教室了 那也没办法 我陪你走过去吧 不行啊 我们要去脚踏车过去 快 快走吧 敏芝 这样下去真的会迟到 好的 小梅子 真对不起 我今天就先走了哦 那么烂年糕呢 下课之后有时间我再过去 它是什么意思 真是的 下课时间早就已经过了 喂 敏芝吗 小梅子 你该不会等我等到现在吧 我还在钢琴教室 因为奴隶要参加钢琴比赛 叫我陪她练琴 敏芝 老师说把电话挂掉 快点过来 好 知道了 对不起小梅子 明天见 敏芝 敏芝 我还没说完 敏芝 别换忙 拿着电话发来嘛 傻瓜 钢琴比赛 笑死人了 有什么了不起 说到乐器我也不输人 我吹的笛子比钢琴好听多了 我还可以一边吹笛子 一边跳狗腿舞呢 爸爸想让你变成淑女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什么 你们今天也要去钢琴教室 今天是为什么 昨天练过琴啦 因为奴隶叫我也一起参加钢琴比赛 所以我想跟他一起练琴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我刚好也在考虑要不要去学钢琴 今天去了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我就会报名 真的吗 之前你说妈妈不准你学 现在可以了吗 太好了 妈妈 我也想去学钢琴啦 我哪有成 你干脆把你妈拿去卖算啦 你叫小梅子是吧 你以前弹过钢琴吗 先来弹个多吧 看样子 你以前没有弹过钢琴 奴隶 老师要去拿教材过来 你先教一下你的朋友吧 是啊 奴隶钢琴弹得很好 你可以先跟奴隶选 那好吧 把手放在上面 我教你弹基本的Doremi法 我以前弹过风琴 该懂的我也都懂了 小梅子 怎么办 我看一下你的手 要小心一点啊 这个钢子真的很重 奴隶 你是故意成功的对吧 我都看到了 怎么可以学这种话 小梅子 第一次弹钢琴的人 难免都会这样嘛 我刚才真的看到她故意碰盖子了 怎么不练琴吵吵吵吵的 回到自己座位上 是老师 敏智 我现在要弹这段最困难的部分 你要听吗 你真的好棒啊 真的笑死人了 你凭什么参加钢琴比赛啊 你这个奴隶 什么 奴隶 奴隶跟奴隶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就像屁屁跟屁股也一样啊 你的名字也太土了 什么 你说完了吗 好了 小梅子别说了 我代替小梅子跟你道歉 不要再生气了 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今天是看在敏智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 知道吗 奴隶 我要去跟着我妈妈 你要走了 再见咯 她都几岁了 还哭得着满妈 朋友之间开玩笑有什么好哭的 对不对 敏智 小梅子 我知道你今天故意找奴隶的麻烦 我看了很不高兴 什么找麻烦 不是那啦 因为她好像故意在我面前 炫耀她很会弹钢琴的样子 奴隶不是跟你炫耀 她只是练琴而已 是你误会她了 你今天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你的好朋友是我 为什么只帮她说话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真的 你真的 你最近好像跟那个叫敏智的走得很近 哦 没有啦 因为常微说这阵子不能来钢琴教室了 围的人上课很无聊 哦对了 常微说最近不能来上课 除了这个之外 敏智的家境还有穿着的水卷我还可以接受 这个社区的小孩都一副醋酸样 可是敏智她本来有要好的朋友不是吗 长得很好笑那一个啊 小梅子吗 她很快就会被我挤下去了 我只要假装被她欺负 敏智反而会先跟她绝交吧 那如果常微回来之后 你也不离敏智了吗 不知道 因为敏智太善良了 很多地方都会有用处 就这样丢掉有点可惜 你什么 被我逮到了 小梅子 我早就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现在要带你去找敏智 然后要怎么样 你要跟她够壮吗 你以为你有可能是我的对手吗 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他ossng 良哥 focused要快去ush 哈哈哈 你别跑 威尼你别跑 哈哈哈 你 你看 吗 蘊 米智 米智 小梅子 有什么事吗 是你 你的脸怎么了 你来有什么事吗 米智 你不对 我们俩都被他骗了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听到这个丫头跟他朋友说话的内容 说什么啊 我们刚刚在家里写自然作业啊 奴隶 她从一开始就想好 要把你用完就丢才接近你的 她甚至很轻易的 就背叛她原来最好的朋友 米智对不起 我本来还想跟你的朋友好好相处的 小梅子好像真的很讨厌我 竟然是我的坏话 你说什么 我看我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 米智 那我就先走了 哈哈哈哈 你终于听得懂我说的话了 好再见了 记得要小心你的后脑烧 等一下 小梅子 我对你真的非常失望 努力她是真心的想要跟我们好好相处 你却每次都说努力的坏话 什么坏话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说出来 我刚才明明听到努力说 如果小梅子有了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至少我会努力的跟对方好好相处 我知道了我也会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 顺便也可以做个比较 你对我有多好 你说什么 那你们去写作业吧 不过不用看 也知道她一定会抄你的作业 我去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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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灰机上飞机 飞机起飞 灰机要飞 吃葡萄木吐葡萄皮 好 运动会就快到了 今天要练习两人三脚 跟同伴把腿绑好 然后排队 你们两个在那里做什么 快点绑好到前面来 老师 这次运动会 我想跟其他同学一起跑跑看 什么 不要跟小梅子一起吗 小梅子也是吗 对 我这次也要跟别的同学一起 他们两个真的闹翻了 怎么会这样 是因为那个叫奴蕾的女生吗 小梅子 你怎么先走了 我数一 说二的时候再走 对不起 我跟敏智都是在一的时候开始 因为我习惯了 好 当作正式比赛全力向前冲 出发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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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二 一 你没事吧 看我的啊 看我的啊 不可以 对不起 敏智 对不起 敏智 我真是比任何人都喜欢你这个朋友 因为我看到别人黏在你旁边才会一时不小心失去了理智 我也对不起那小梅子 我不懂你的心还每次都责怪你 自己都没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孤单 跟你一起受伤 我很高兴啊 梅子 你们的水准就是这样 本来还以为会有一点用处呢 啊 对了 奴隶 我不在的时候你跟隔壁班的敏智走得很近是吗 啊 他一直缠对我才会酿啦 不过以后不会了 他真的是很奇怪的人 小梅子 要踢足球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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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好啊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时间到 发生什么事了 叶碧 叶碧不见了 什么 我刚才看到他在这里啊 我水到水之后转过来 一眨眼之后他就不见了 叶碧 会不会是想玩捉迷藏所以躲起来了 小梅子 叶碧是小狗狗哎 对哦 那会不会是有人把叶碧绑架了呢 绑架 对啊 我好像听说有人会绑架小狗来当做美味的点心 我好像也听说过绑架小狗的事情 不要说了 对我来说叶碧是很重要的朋友 是啊 叶碧对我来说也一样是很重要的朋友 小梅子说的是真的吗 叶碧竟然是小梅子重要的朋友 那是因为你们不懂 叶碧跟我之间的友情跟你们几个是不同的等级 其实我跟叶碧之间有太多值得怀念的回忆 小梅子 叶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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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棉花糖的味道 叶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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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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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比好像真的被抓走了 我們要不要去警察局報警 等一下 我們來組成 特別調查隊再去找耶比 吧其實不需要做到 這樣啦 沒關係我們是想親自 把耶比找出來才這麼做的 我們 什麼我們啊 真是的 我們找什麼 有意見嗎 哪有什麼意見 哪有什麼意見 真的很謝謝你們 可是要怎麼樣找到耶比 凶手應該還沒有走遠才對 那是什麼意思 證據就是 從這裡耶比的大便 還很溫暖這點來看 小梅子 這就表示耶比消失的時間 並沒有很久 這就是所謂的 決定性的線索了 你說大便是決定性的線索 好厲害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耶比還在附近嗎 沒錯 兇手是 我們在公園玩的時候 出現在我們周遭的人 啊 我們在玩的時候 有一位老爺爺 還有 餐飲店外送的叔叔 最後一個是 身份不明的大哥哥 這麼說 兇手 一定是其中一個 你這個老太婆在做什麼 好啦 快點出牌吧 輪到我了嗎 小梅子看得到嗎 等一下 我好像看到裡面還有別人 你們不要亂動啦 今天的手氣真好 你們不要再搖晃了 老頭子啊 這該怎麼辦呢 這些傢伙 還不給我出去 對不起 小梅子 耶比呢 跌倒的時候看過了 什麼都沒有 看樣子當普特爺爺 也並不是兇手 下一個是外送炸醬麵的叔叔嗎 要怎麼找到外送炸醬麵的叔叔呢 看那邊 我們去看一看 出發 我差點被發現 發現什麼了嗎 沒有啊 小梅子呢 你們看 小梅子不見了 小梅子呢 我爹筆在哪裡 那是什麼意思啊 請把葉筆還給我們 舅舅你把葉筆還給我好嗎 我姑姑交代過我要好好照顧她 請問 葉筆是誰啊 是敏知的小狗 什麼 啊 抱歉 因為我天生對小狗過敏 只要聽到小狗兩個字 就會一直想打噴嚏 快走 這是髒死了 年輕人 今天要煮好吃的東西吃嗎 是 我想跟我那些小狗狗們一起吃 什麼 小狗狗 切些蒜頭跟蔥進去煮就可以了 好 謝謝老闆娘 如果還有不懂的 我再來問你 祝你生意辛勞 好 她就是偷偷觀察我們的叔叔 她是最有嫌疑的人了 長得樣子也很邪惡 不可以 我們葉筆怎麼辦了 米芝不要擔心 我一定會把葉筆揪出來的 好 那裡就是她家 很好 特別調查隊出動 喂 正在那做什麼 我好愛抱 我們還是去報警 是不是比較好啊 葉筆現在陷入危險了 難道你們要假裝不知道嗎 不是這樣啦 凶手 果然是 葉筆 快點跑 抱歉 打擾一下 我們接到報案 有隻小狗不見了 我可以把鍋蓋打開看一下嗎 好 好 這裡面 吃雞耶 那麼那些小狗是 都是受傷的流浪狗 因為很可憐 所以想幫他們補一補 孩子們可能對你有什麼誤會 對不起 你們好像對叔叔有什麼誤會 叔叔才不是那種壞人呢 哇 石頭 你去哪裡了 害我找了好久啊 我們葉筆呢 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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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葉筆有了女朋友 女朋友 葉筆不是母的嗎 其實她是公的 什麼 怎麼說 那石頭是 沒錯 她是母的 葉筆 石頭 真的太好吃了 我們快去問問吧 你說真的很靈 對了 蒜明仙怎麼說的 她跟我說搬到西邊做生意 就絕對能賺大錢 我剛好在想著要搬家 那個蒜明仙算得可真準啊 蒜明仙 我就說嘛 蒜的神準又非常神通廣大 連我兒子的名字都算對了 對了 那你有沒有試過那個啊 其實我那天去啊 蒜明仙說可以看到前世 我因為好奇就動畫了一點前世 真的嗎 前世 我的扑馬 是誰偷走了 我的扑馬 快還給我 錢在這裡 好 過來這裡坐吧 不要緊張放輕鬆就好 真的沒關係嗎 不會有事的 真的好讓人期待 好 現在把眼睛閉上 我從一數到十的時候 哦 你就會慢慢地看到了 哦 天靈靈靈靈 呸 呸 怎么了 看看他那个样子要怎么嫁人呢 春香家今年还是没有上门提亲的公子是吗 听说一个都没有啊 说真的有哪家的公子会看上春香呢 真是美若天心啊 那边那位姑娘是谁家的闺秀 丑八怪春香小姐又在这里玩了 大胆放肆 什么丑八怪 你竟敢用这种这么难听的字眼批评这么美丽的姑娘 拜托 有哪个瞎了眼的公子会说春香小姐美丽啊 这家伙 说的一点都没错 真是美若天心啊 呃 金内官 那边那位在荡秋千的姑娘 你知道她是哪家的千金吗 王子素围成食言 她看起来不像姑娘 而是像穿裙子的男生 你刚刚说什么 现在是怀疑本王你的眼光不好是吗 大胆 你不想挨板子就快点去假厅千处 她叫什么名字 还有道理是哪家的千金 她叫你把这个转交给我吗 她叫你把这个转交给我吗 这绝对是真的 天啊 真的是脸一阵的程序公子耶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太好了怎么样 像单但是我还没 还没有准备要嫁人是吗 我还没有学会读汉子 天地玄黄 已首红花 春香姑娘 为什么没有答复呢 这个地方真的是春香姑娘 读书的学堂 对吧 老师 很抱歉打扰了 不知道可否也让我射一箭 天啊 他是 隔壁村的帅公子 他不是真是我的吗 好帅啊 哎呀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这段时间你一切安好吧 因为我父亲派我来向老师问安 所以来探望你 许久不见你越来越稳重了 那么就来见识一下你的功夫吧 春香 如果你不介意 下一支剑可以请你亲自挑选吗 这有什么问题呢 公子拉弓的时候很有力量 这次使用长一点的剑会比较好哦 来 给你 谢谢你 要不要跟我较量较量 纯寻公子 那位是 王子殿下大驾光临 请问有什么事呢 都是为了视察百姓的学堂 我才会亲自来到这里 说到射箭 我倒也想试一试 春香 你愿意挑选一支适合我的剑给我吗 王子殿下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那个 那是因为 其实是 其实在前几天 我接受王子殿下的挑战 真是大胆的渣户 很好 现在轮到我了吗 我比较喜欢春香姑娘挑选的那支剑 快点拿给我 这支剑不可以 请还给我 尽量为他王子的命令 就算你是王子殿下 这个也绝对不能给您 拿来 不可以 谢谢 谢谢 那么远还可以适中 差点就出大事了 是我喜欢的类型 小姐 快点出来 再不出发会迟到的 我真的要去吗 网上的生意也会那里定人山人海 可是 允熙王子亲自邀请小姐了不是吗 小姐 天啊 春香小姐 请您快点上轿吧 我们家少爷特地吩咐小的钱来接小姐 不要做那个 先看看这顶轿子吧 小姐 这顶轿子的屋顶还能打开 是朝鲜最新型的 不好意思 把那顶破轿子抬走 春香小姐会做这顶轿子进攻 你凭什么说这种话 要做哪一顶轿子去 小姐自己会做决定了 小姐 你要怎么做 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对 我决定了 来来来 看起来不错啊 都充满面的 月月了 来来来 来来 他来了 春香 你终于 春香又不在那里 你在叫什么 来 快出来吧 春香 跟我一起进去吧 来到 来到 我起码进去就可以了 帅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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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香 我想知道你的真心属于谁 我跟陈勋公子 替你决定要选哪一个人 可是王子殿下 像我这种平凡的女孩 怎么可以在两位中做选择呢 这对你来说很困难吗 春香 只要选择在你心里的那个人不就好了 说得没错 我也很想听听你的答案 春香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 允熙王子 你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 是母后 这段时间 我帮你挑的明门归秀里都不适一顾 难道王子是看上了那个丑麻坏吗 母后 不是那样的 大胆妖女 就比你那卑贱的身份 竟敢勾引我们王子 现在立刻离开皇中 就是 王子殿下 您没事吧 请尽速回避 一只梅闯入宫里了 一只梅 一只梅 无限 救命啊 王子 爱人真似的王子 快快快快快快过来把王子糊到屋子里去 是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 你的恩情下辈子一定会还的 随便你好了 好小睡觉 这卑贱的丫头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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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姐说我回来了 快点 可是春香小姐 现在不在家耶 她去哪里了 没关系 那我等她回来好了 你不要等比较好 等多久她也不会来 其实春香小姐 她跟一只没结婚了 时间到了 快点起来吧 小梅子 小梅子 醒醒啊 小梅子 小梅子 你还好吗 清醒了吗 小的 一只没呢 说什么 快点起来吧 下一位客人 马上就要来了 怎么样 真的看到浅室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 又好像是做了一场梦 怎么说呢 好 现在把眼睛闭上 我从一数到十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看到了 只要把眼睛闭上就可以了吗 对 是的 大胆祸事 大胆祸事 谁说你可以摸摸我的额头了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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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 就是好玩啊 什么 同学之间开个玩笑而已 干嘛大惊小怪 老师你也知道啊 我小梅子 可是我们班上的开心火耶 你们通事 开心伤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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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 떨어� baseline 支持 你们两个真 socks 吧 筷子 小梅子快出来吃饭 快点 我把作业写完再吃 刚刚小梅子她说了什么 变装完毕 鬼故书写完了 只要偷偷盖上妈妈的章 就可以休息了 找到了 作战成功 是呀 小偷 什么 小偷 妈妈 什么小梅子 什么 所以呢 你是想偷偷在毁过书上盖章是吧 刚刚你说要写作业 其实是在写毁过书 我真的是冤枉的 走 只是同学之间开玩笑而已 叫我写毁过书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吗 不要脚背 为了一点小事就写毁过书 我怕爸妈知道会担心 所以我才想偷偷盖章的 哎哟你真是孝顺 真是孝顺啊 老师知道你这么孝顺后母亲一定会发给你孝心楷模奖的 还有什么 你说只是开玩笑而已 取笑同学排几同学是开玩笑的吗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哎呀 那位被你取笑的同学呢 那位同学也觉得好玩吗 你有没有考虑到那位同学的心情啊 草莓并没有说不高兴啊 哎小梅子 其实爸爸在小时候 爸爸的身高比起班上同学矮了一大起 所以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因为长得像冬花 所以是矮冬花 哎你确定你站起来了吗 怎么看起来像坐着一样啊 哎不会吧 哎不要取笑我 啊干嘛 你现在是过去人是吗 你不高兴又能怎么样呢 啊 想打我是不是啊 哎 不是不会吧 哎肚子好饿了 回来的时候买几个面包来啊 我为什么要 哎 不要吗 不会吧 不是 哎 等等我 啊 别 今天开始你要负责帮我们提书包啊 是吗 不要吗 哎呀不会吧 啊 还有今天开始你是口香糖 这可是我特地为你取的绰号啊 谁叫你太耳了 就像您在地上的口香糖一样 哈哈哈 小香糖好好地请教我们的书包啊 嗯 嗯 你不觉得欺负大很好玩吗 就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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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老公啊 那是 真是让人心痛的故事 你现在想骗谁啊 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小后朋友吗 哎 老婆 这个你怎么知道 你妈妈都告诉我啦 说你根本不读书 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跟朋友一起到处处玩 老婆 你非要选这个时候说出来吗 你在孩子面前说谎 难道还要我似而不见吗 那你在小孩子面前 说他爸爸是小混混 这样是对的吗 那老婆你呢 我听说你上国中之前 喜欢上邻居哥哥 每天一直追着人家跑 啊 哎 什么 我哪有啊 是谁跟你说的啊 哼 小姨子都告诉我了 嗯 嗯 小梅子 小梅子 哎 哎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怎么会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才对 嗯 我已经很努力了 现在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吗 哎 要怎么做 小梅子才能反省呢 啊 啊 啊 老公 用这个话怎么样啊 什么方法 就是这样啊 就这样啊 对着洗澡 嗯 嗯 哇 哇 idag好香啊 妈妈 今天吃什么菜 嗯 妈妈没听到吗 爸爸 妈妈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美美 弟弟 快起来 起来私话了 这两个孩子还在睡啊 爸爸怎么了 肚子好痛 我要快点去洗手间了 妈妈妈妈 小姐最喜欢妈妈煮的饭咯 这样啊 我的宝贝儿子 妈妈也是煮饭给弟弟吃的时候 做一洗补哦 对我不理不睬的 妈妈那我呢 对啊对啊我呢 是啊 怎么能弄掉漂亮的恶女儿咧 想到妹妹吃的开始 妈妈也很幸福 没错没错 爸爸也是为了让我们家弟弟 跟妹妹填饱肚子 才这么努力的工作 我呢我呢 哎呀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老公你上班快知道咯 就是啊 我要准备上班了 我呢我呢我呢 我呢 你大早开始为什么不听我说话 你们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 为什么 爸爸妈妈好坏 坏道人员 怎么了 爸爸跟妈妈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是啊 我觉得很好玩啊 很伤心吧 很痛苦吧 你所谓的开玩笑 却很有可能造成对方很大的伤害 现在懂了吗 可以了解被你取笑被你排挤的同学的心情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要去上学了 姐姐 你等等我 姐姐 你昨天没看吗 看得超级好笑 她 那不是小猪吗 美美小猪 美美小猪 美美是小猫 女音ール 滚滚的小猪 美美小小猪 fakt swift mosquitoes St girls 胆子可不小 竟敢取笑小梅子的妹妹 不是不是不是 我爸没有取笑他 只是闹着玩 开玩笑的 那是开玩笑吗 每每都哭成那样了 我们看他那么难过 你们却觉得好玩 快点跑 快 姐姐 怎么了 你还好吗 怎么没有教训他们一顿 叫他们不要再取笑我 姐姐 没有资格教训别人 姐姐等等我啦 今天怎么不等我 自己走 你反省过了吗 是 我没想到我的一句玩笑话 会让别人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以后再也不会取笑同学 也不会欺负同学了 哎呀 我们小梅子深刻地反省过了 老师 现在开始我想对草莓好一点 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不管做什么 只要你对草莓的付出是真心的 他一定会很高兴 是真的吗 当然了 真心想送给草莓的礼物 啊 就是那个 小梅子你干嘛 你怎么拿着修卷衣 草莓 草莓 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取笑你是雀斑脸了 什么 你该不会是 有那个 你也不用太改进我啦 我以千尝取笑你 就把这个当作是刀金的礼物 这又没什么干嘛大惊小怪 我们是好朋友啊 为你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有这么让他感动吗 果然 小梅子 我就知道会这样 明天叫你来这回过书 啊 什么 嗯